第112集 这个味道,闻起来不错 而此时,李建成李二李元吉,哑然地说着 李太太写肉糊的小手向他们招了招 眨着眼睛道 你们都来尝尝看,尝尝味道怎么样 陛下,那臣就不客气了 李建成拱了拱手 然后捧起泡好水的桶装面 吃的第一口,李建成感觉味蕾都被打开了 不由撕了一口凉气 这个味道 李元吉好奇道 味道怎么样 真香 李建成肃然道 李元吉一脸呐喊呢 就不能详细地描述一下吗 这说得也太简洁了吧 随即李元吉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 瞬间,李元吉便知晓李建成为何这么说了 真香 李元吉难以置信道 本王从未尝过这种味道 李二喝了口汤,惊疑道 这时用了多少香料 十几种吧 李开扎巴了一下嘴道 穿越之前曾经在网上按照视频 在家中尝试做过一次 倒是记住了其中用到的一些香料 听到他的话 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十几种香料 现在光是胡椒就能当钱躺来用了 你竟然用了十几种 李儿顿时感觉到手中的铜面变重了 这用的都是钱呢 忽然心头一动 抬头望着李太道 清雀 这些金脉郎 你是从哪里弄到的 李太手中一顿 眨着眼睛道 这个 就得问曹正纯了 他们我哪知道 但看到李太头来的眼神 以及三位殿下望着自己 曹正纯硬着头皮道 臣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他会做这个 李儿眉头一挑 你那个朋友是哪里的 光是这面饼 恐怕就非同寻常 用粮绝对不少 而且只要面饼的做法 闻所未闻 以及这个桶 本王在大堂从未见过 若是能有这般手艺的 本王应该听过他的名字才对 曹正纯甘笑道 他是外族的人 陛下说要收粮之时 臣就去找他收粮 他就给了这些东西 就是价格有些贵 外族 三人顿时恍然 若是外族的话 那就难怪了 这些东西 那贵肯定是贵 单单就从口感而言 以及用的香料 若是不贵啊 才让人疑心 李太好笑地 看着背红脸的曹正纯 那真是难为他了 不过也好 若是说大堂的人 恐怕这仨呀 就该刨根问底 毕竟大堂中 若是真有这等 能做出桶装面的欺人 他们三个不问出个究竟 那才有鬼了 李建成看了一眼大殿之内 吃惊地发现 里面竟然挪起来 不知道多少个箱子 惊声道 陛下 这些是要用来干什么 李太理所当然道 当然是卖啊 黄灾飞略到长安 长安缺的是什么 缺的就是粮 现在皇家粮食开了 五星期望却存心给我添堵 他们不仅不跟着朝廷 将粮家降下去 反而拿着钱 不停收购城中之粮 李太一脸认真道 百姓们收也就罢了 毕竟百姓们要靠 这些粮食生活 但五星期望收粮 为的什么 他们各家中的粮 早已堆积成山 黄灾以来 他们一粒粮 都不拿出来卖 反而屯货居齐 让长安城无粮可买 届时 粮价就是他们自己定了 一二百文能买到 百姓们都得争相称颂 若是一斗米 一贯钱呢 百姓家中有这么多钱 李太昂起小脸 正气脸人道 我是皇帝 怎么能任由百姓挨饿 怎么能看着豪门望族 给我挖大唐的果本 所以咱们就跟这些豪门望族 斗一斗 他们不是想收粮吗 让他们收 想收多少就给他们卖多少 看看他们的钱多 还是我的粮多 李太突然表现得帝王一面 看得三人一阵欣慰 虽然李太平时喜欢胡闹 但这个时候 他的表现 着实是一位爱您如子的帝王 比尔声音都温和了很多 清雪 咱们有多少粮 现在要多少有多少 曹正传 你去通知沈恋 让他在皇家粮食 多添置一项货物 李太指了指 暗读上正冒着热气的桶装面 乃声乃气道 从现在开始 皇家粮食除了两米以外 再卖这个 价格就定在一箱八十万 八十万 三人吃了一惊 这么一箱卖八十万 这也太贵了 李元吉好奇地问道 陛下 怎么收的这个 价格是多少 李太沉吟半赏 忽然扬起小手 只向曹正传 一脸认真道 这个 你问曹正传 曹正传 这些东西 当时收的价格是多少啊 我真不知道啊 曹正传阴柔的脸庞上 一片酱子 在李建成里 二里元吉的注射下 说道 二十万钱 说完 曹正传 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李太 李太眨了眨眼睛 说道 对 二十文钱 你们两个还在商量呢 恐怕 没这么多吧 三人无语地看着他们 若是不到二十文一箱 那现在卖出八十文 至少要赚六十文以上 而且 这一箱十二桶面 也就只能吃十二顿 皇家粮食卖的一斗米 虽然是九十文 但那是十二斤两米 一家四口人 一天三顿 吃十天都行 而这桶装面 一个人吃四天就没了 还说豪门望族那帮人是奸商 恐怕大唐最大的奸商 就坐在这里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 李太不乐意了 乃声道 看看我这面 里面可是有香料的 咦 李太语气一顿 迟疑了一下道 来 你们过来搭把手 把这里面的香料包 全给我取出来 这个要单独卖 若是有人一次买一箱 就赠送一袋香料包 若是单独买香料包的话 一袋二百万 三人当时就惊了 还有这么做生意的 也不对 这样 若是分开来的话 好像能赚得更多 陛下 臣见石头了 你真厉害 李云吉语气复杂道 臣就没见过 有像你这样的帝王 简直是爱民如此啊 你这是夸我 还是损我呢 李太翻了翻白眼 说道 这些香料包 寻常百姓能买得起 如今目前长安城的情况 恐怕也就那些豪门旺族 能买得起这些香料了 他们钱多 咱们就赚他们的 说着 李太耐心地说道 而且你们看看 一箱面卖八十文 会赠送价值一百文的香料包 百姓们买了一箱子面以后 拿到香料包 可以在折价卖给那些豪门旺族吗 这样一来 百姓们手里反而能多一些钱 再用这些钱去咱们这里买粮 最终得意的是谁 是朝廷 还有百姓 三人陷入沉思 这话好像说得有道理 李建成皱眉道 可是那些豪门旺族 手里会积攒很多香料啊 你觉得他们手里的香料多 还是我手里的香料多 李太语气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声 随即嬉笑道 一步一步来 先把这些事做起来 都赶紧动手 把这些面里的香料拿出来 然后交给沈练去卖 三人点了点头 大步走到甘露殿内 将堆积如山的箱子往殿外搬 忙活一阵后 三人发现 李太正翘着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坐在一旁的石凳上 李元吉有些不满道 陛下 我们忙活 那你做什么 那还用说吗 李太拿起一旁的一颗核桃 从怀里再掏出传国玉玺 啪的一声 砸在核桃上 捏起核桃人扔入口中 奶声奶气道 我坐在这儿 看你们弄 当皇帝真好啊 三人羡慕了 李二望着李太坐下的位置 秦中忽然疼了几秒 想当初 本王距离这个皇位 就只有咫尺之遥啊 皇家粮食 寒光门之外 百姓们手握空荡荡的粮袋 怀揣着不少铜钱 井然有序地排列成队购粮 拿到粮的人 一个个欣喜不已 虽然粮价现在高到离谱 九十文一斗 可是昨天他们卖的粮是一百文 光是这差价呀 就足足赚了十文 放在前些天的两米市价 足以买到一斗米了 就在此时 忽然一辆的马车驶来 上千名百姓好奇地张望过去 只见审恋指挥着皇宫侍卫 开始不停地卸下货物 将一个个纸箱子放在暗堵上 众人盯视着纸箱上的文字 有人念叨 金麦郎 桶庄面 这是什么 是吃的 众人愈发地好奇 而此时 审恋听完曹振纯带来的话 也不卖关子 转身冲着百姓们大声道 皇家粮食上了新货 桶庄面 一箱十二桶 售价八十文 十二桶面 八十文 百姓们听得一脸懵逼 看了看那个小箱子 又看了看审恋 有人忍不住地道 审侍卫 这东西 怎么会这么贵啊 就是 十二桶最多能吃四天 八十文也太贵了 审恋神色平静地 从暗堵上 拿起两个小小的袋子 淡然道 这里面是香料 若是有人一次购买一箱 便可以得到朝廷附赠的 每袋价值一百文的香料 你们没心自问 买的是贵还是便宜啊 众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香料 价值一百文一袋 那就是说 花费八十文 买上一箱桶庄面 就能得到价值二百文的香料 不贵 有人忍不住地激动到 何止是不贵呀 朝廷 简直是在给他们发钱呢 香料在如今东西两世中 售卖的价格也是非同寻常 甚至有人直接将胡椒之类的 当作钱来使用 百姓之中 有不少人暗暗感慨 朝廷是真好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